JavaScript的物件导箱 剛剛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而已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Circle Circle 不是這個 剛剛我們的Circle範例 說真的 我們現在在講 不是這個 有搞錯了 剛剛我們的Circle範例 裡面 是在第八講裡面 最簡單的物件這裡 最簡單的物件 我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語言的範例 但是這樣做的話不好用 為什麼你每次要使用一個物件 你就要全部重新定義一遍 不好用 怎麼做比較好用呢 我們先看傳統的不是物件的寫法是怎樣 傳統不是物件的寫法 譬如說我要將兩個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叫做複數 複數 微積分 高中應該都有教過複數對不對 複數 complex number 不是 negative number complex number 是複數 複數在數學上面特別微積分上面非常重要 工程數學上面非常重要 因為你懂了複數你才有辦法懂複利的轉換 你懂複利的轉換你才有辦法做影像處理 聲音處理 語音處理 訊號處理 OK 所以其實這個複數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東西 有i的東西都很神奇 什麼是i 根號-1 負1怎麼還有根號 就是因為他神奇 非物件的寫法我們要設計一個複數 複數有很多種運算 加減乘除 加法減法應該都簡單 就是相加相減 兩個複數的十步相加 虛步也相加 十步相減 虛步也相減 就是相加相減的運算 但是乘法 複數的乘法怎麼做 還記得嗎 其實不用記啦 因為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 今天一個複數他是 他是a加bi 另外一個複數是c加di 那他的乘法呢 十步會是什麼 十步就會是 a乘以 c 減掉 b乘以d 對不對 同樣的我們寫在程式裡面 這個不就是 那個a乘以c嗎 這個就是那個 減掉b乘以b 那 虛步呢 虛步就會是 a乘以 a乘以d 加上b乘以c 加上b乘以c ok 那這就是那個 a乘以d 加上b乘以c 的結果 ok 所以乘法這樣做 那 複數的除法怎麼做 說真的我還不太知道 其實應該就是 乘法的反過來 ok 那我們現在就寫 複數的加減乘 這三個東西 ok 那以傳統的寫法而言 你就得把它用函數的方式來寫 可是用函數的方式寫呢 對複數而言 我為什麼不只能直接拿這個複數來跟另外一個相乘就好 我還得把它寫成 a d d o 1 o 2 s u b o 1 o 2 這樣 不好看也 也不好寫 那 當然 結果都是對的 可是 他沒有用大物件導向 那傳統的c只能這樣做 那如果 我們今天用物件的寫法就會變成像剛剛 那種寫法 剛剛弄的寫法是什麼 我先宣告一個叫complex 這是一個 附件 他裡面有一個函數叫做a d d 但是他a d d又是一個 函數 而且還有一個參數 因為兩個複數相加 我現在這一個 要跟第2個相加 所以 他就要變成 他要寫成 lis.r 加上 c2.r OK 還有lis.i 加上c2.i 這是 加完之後的那個新複數 新複數 我這邊 用一個叫create complex的 函數 去建立 去建立 那怎麼建立呢 create complex本身就是一個函數 他會 呼叫object create 這一個函數 去建立 一個新物件 怎麼建立呢 根據上面的這一個 把這一個當作樣板 把這個當作樣板 來建立一個新物件 建立完之後 再把直設定好 所以當你建立完這個物件之後 它其實裡面就會有一個add 函數 OK 跟剛剛的做法很像 但是這個add 函數會是共用的 而不是像剛剛那樣100個就會有100個add 函數 他這個100個也只會有一個add 函數 是共用的 OK 那當我們這樣做完之後 把直設定好 再把這個c傳回來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 一個真正的 複數物件 完整的物件導向寫法的複數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樣子 我建立一個 複數 它是 1加2i 這個 1 2代表 1加2i 因為一個是十部 第一個參數是十部 第二個參數是虛部 那我建立第二個物件 這代表 2加1i OK 那我就可以做 很奇特的事情 這個在 傳統的寫法上面 很難 很難這樣寫 會要寫很長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用物件 我可以寫 c1.add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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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加4次 用一行搞定 那這個結果會是什麼 1加2i c1是1加2i c2是什麼 2加1i 所以 第一個add完之後會是什麼 會是3加3i 那再加上 一次c2 那就是 3加3i再加2加1i 那會是什麼 5加4i 再加一次 就變 7加5i 再加一次 就變 9加6i OK 所以這個c3 應該是9加6i 我如果沒算錯的話 那稍微看一下它的結果 現在c1 c1的結果是 10部是1 虛部是2 所以是1加2i 沒錯 c2呢 是2加1i c1 c1 c2是3加3i 沒錯 對 c3是9加6i 沒錯 我們剛剛算的是對的 OK 所以 就變成這樣 那你會覺得 這種寫法根本不好看 它把整個物件寫出來 跟我們寫那種 幾加幾i 是不一樣 那 怎麼辦呢 後面我們可以再改 這個create complex 我們使用 剛剛在這裡 我們使用%j 有很多人不清楚%j %j就是指 用jason的格式印出來 jason 你記得jason嗎 就是那個字典的格式 把它印出來 用jason的格式印出來 就是%j 但是這個只能夠在node裡面用 你在瀏覽器裡面 它沒有 沒有這種%什麼的東西可以用 所以瀏覽器裡面 你要直接用加號 把東西加進去 連接 那你如果用這個就會 沒有效 它會直接印出%j OK 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改進 剛剛那個東西 不夠好 不夠好是因為它印出來 還是用這種%j的這種 物件格式印出來 不夠好 我們再加一個 加一個叫toStream的函數 這個toStream的函數是 JavaScript最上層的 物件object 裡面就有一個預設的toStream 現在我們再加上這個toStream的話 當我呼叫的時候 它就會使用這個toStream 不會用預設的toStream 於是呢 你看到的結果是 印出來就比較好看 好 比較好看的結果會長什麼樣呢 來我們 其他層次幾乎都一樣 只是加了這個toStream函數 那 還有 這個不再用%j了 我們改用%s 因為 toStream就是 轉成字串 它在 處理這種 %s的東西的同時 它會去呼叫 toStream函數 呼叫完之後再把它填到這裡 所以 當你這樣子寫的時候 你看我們印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1加2i 2加1i 3加3i 9加6i 是不是好看很多 比剛剛的那個括號 r多少 i多少 好看很多 這是toStream函數的結果 toStream函數 toStream函數在我們這裡就是 傳為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就是 幾加幾i OK OK 好 那 再來 大一點 再來 我們剛剛沒有 沒有寫加法 也沒有寫乘法 現在我們把加法和乘法通通都放進這個樣板裡面 做法幾乎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加改成減而已 那乘法比較複雜就是 實部 虛部 各自要算一遍 然後toStream還是保留的 最後呢 我們 就 加減乘都有 那 這邊 我們就不只用加法有 加 減 加減 然後這樣子做 那你會看到 出來的加減乘的結果都是對 加減乘的結果都是對 那 這裡 還有一點小小的缺憾 什麼缺憾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 create compress 它是一個獨立的函數 它是一個獨立的函數 它跟這個 這個 compress本身沒什麼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放進compress的話 那就會更好 所以我一樣宣告compress這個樣板 宣告這個樣板之後 我宣告 compress多了一個叫create的函數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有什麼好處 其實只是比較容易記 OK create complex 跟compress.create 比較容易記而已 用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我就可以用 compress.create12 這是1加2i compress.create21 這是2加1i 後面就都一樣了 所以結果還是一樣的 當你 學會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所謂的物件導向 當然還有更深的物件導向 在JavaScript裡面有一種叫做原型鏈 那這種我們暫時 還先不講 之後 你用到了 自然自己會學會 OK 那你用到了你不會 就來問我 OK 一下學太多 各位會搞混 那 接下來呢 就請各位 去 把這一個 程式 這些程式 去執行看看 去了解它 真的去執行 你就會去想 我到底 這些程式是什麼意義 只是聽我講過 恐怕 效用不大 試試看